加利比亚国营航空的国内线班机 23号遭到两名歹徒截击 戴徒手持手榴弹 威胁机长要飞往马尔他 最后飞机降落在马尔他 成为接机犯要求释放 被关在监狱里的格达费的儿子 飞机降落后就被马尔他军警包围 稍后马尔他总理表示 机上111名乘客和7名机组员中 已经有109人获释 截机消息传出后 马尔他成立专案小组烧盘推演 马尔他派出反恐特警小组 不过他们多半只包围着客机 并未前进 有消息指出两名截机犯 都来自利比亚南部 两人都是20多岁 属于亲格达费组织成员 截机犯表达诉求后 似乎和马尔他政府达成协议 目前两人已经被马尔他军警逮捕 整起截机事件平安落幕 无人受伤 记者和一珠 综合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